今天要跟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 如果生活让你委屈 就去读读《路遥的人生》 一起来听 作家陈忠实曾说 人生这本书的阅读感受 给我带来的撞击 是那个时期我读任何文学作品都没有过的 人生是矛盾文学奖得主 《路遥的成名作》 这部十四万字的中篇小说 又被称为微型的平凡的世界 他以八十年代陕北的城乡生活为背景 讲述了农村知识青年 高嘉玲一波三折的感情经历和事业起伏 他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艰难抉择 不仅是他个人的苦恼 也是当下人们共同的困惑 在他走过的弯路和受过的挫伤中 无数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如果生活让你委屈 不妨就读一读《路遥的人生》 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高嘉村 小说的主人公高嘉玲因高考落榜 受到很大的精神创伤 不愿意像父亲一样只在土里刨挖一生的他 亏得当上民办教师 才能利用空闲时间苦钻文学 在区报上发表了诗歌和散文 他本想着能通过考试转为正式教师 有一个铁饭碗 然而最后这份工作竟然被村干部 高明楼的儿子顶替 高嘉玲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 内心再次受到创伤 看着母亲在一旁无声地啜泣 父亲的两行老泪 也从布满皱纹的脸上躺下来 高嘉玲气急败坏地 要去找高明楼算账 但被怕事的老父亲劝住 这不光不能告人家 以后还要主动笑着叫人家输 谁叫人家在这片地方 手眼通天呢 自家无权无视又穷得叮当响 拿什么跟人斗 往后还要给自个儿留条活路呀 尽管高嘉玲有一肚子的憋屈 但他明白暗幕前的光景 自己也只能够忍 因为他深知 没有实力的反击 是最无用的事情 看到过一句话 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 一推敲 哪一件都藏着委屈 人活于世 谁都有打破牙 往肚里吞的时候 幼稚的人只会怨天尤人 自暴自弃 而成熟的人 早就学会了吞下抱怨 咽下委屈 默默承受一切疮痛 心理学上有个现象 称之为创伤后成长 说的是呢 经历打击创伤后 人们的认知 思维 情绪 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反应 甚至 遇挫遇勇 正如尼采所说 任何杀不死我的 都会使我变得更强大 每次坎坷都是一种历练 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生命真正的成熟 是历经沧桑之后的淡定 是风雨洗礼之后的清醒 咽下委屈 才能称大格局 人活低了 就要按低的来 高嘉玲虽然出身寒门 但父母吃苦耐劳 供她读书 她身上早已洗刷掉了 庄稼地里那股泥土味 如今没了工作 家里买个油盐浅 都成了问题 母亲蒸一锅膜 让嘉玲拿去机上卖 她跨着篮子 脸上却火辣辣的 她实在摸不开那个脸 张不开那张嘴 仿佛别人投来的目光中 都带着鄙夷 又怕被城里的同学 认出来 丢面子 于是就鬼使神差地 躲进了图书馆 看了一下午书 纠结别扭了一天 也没把一个磨卖出去 作家医书说 面子是一个人 最难放下的 又是最没用的东西 当你越是在意他 他就会越发沉重 越发让你寸步难行 做人当能屈能伸 能上能下 在啥位置干啥事 否则 死要面子又拎不清 自己的位置 就可能将自己 诱于自我内耗的怪圈 后来被生计所迫的 高嘉玲 总算说服自己 去城里拉毛粪 但他东躲西藏 鬼鬼祟祟 生怕遇到熟人 因为跟人抢份 情绪失控 跟人动起了拳头 不仅挨了打 鸡背上还被砍了一大勺份 满身的臭气 又疼得火烧火燎 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 还要被城里人侮辱 是讨厌的香巴佬 嘉玲内心开始产生强烈的憎恨 他有文化 有知识 为什么要受这种窝囊气 想要摆脱浓门的念头 疯狂地啃食着 他强烈的自尊 可理智又清晰地告诉他 必须面对 摆在眼前的事实 目前还没有任何谋生能力的他 只能靠这些 不体面的工作 来养活自己 俗话说 人活低了 就要按低的来 韩信忍住胯下之辱 负重前行 封侯败将 绝胜于千里 月王勾见 卧薪尝胆 忍辱偷生 三千月甲 终屯无 今日屈膝 是为了更有尊严的战力 暂时低头 是为了日后 更加的昂首挺胸 按低的来 是为了更好的 往高处走 与其缩头缩脚 纠结愤闷 不如放下面子 坦然面对 默默地积蓄力量 待时机成熟 再迎来命运的翻盘和逆袭 有些岔道口 你走错一步 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而高嘉玲就是因为 一步出了岔 结果被青春狠狠地撞了一下腰 失去工作 沦为农民的高嘉玲 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 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重新像个汉子一样 立了起来 他的二叔从部队转眼回城 成了当地的劳动局长 村领导高明楼做贼心虚 为了给二叔溜虚拍马 给高嘉玲安排了一份 县委通讯干事的工作 就这样高嘉玲几经坎坷 又大喜过望地接受安排 成了国家正式职工 再次从农民 变成了吃公粮的人后 高嘉玲又重新燃起 天高任鸟飞的鸿湖之志 但他却不知 自己不过是一个 别人攀附叔父的棋子 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今天的侥幸 竟然为未来的仕途 埋下了祸患的伏笔 没过多久 他还是被人告发 再次失去了工作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 人生如同道路 最近的捷径 通常是最坏的路 所有错过的修行 都是隐患 所有的捷径 都是命运 埋在地下的一颗雷 终究有一天会爆燃 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唯有坎坷力 磨砺出你的意志 拼搏中最大限度 发挥你的天赋和才能 去获取应有的位置 才是人生永恒不变的底气 人要认清自己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该受的罪都得受 莫要有任何侥幸心态 理想的视线 不能违背人的良心和原则 否则会受到应有的谴责和惩罚 自古以来 锦上天花者中 雪中送炭者寡 善良淳朴的农村姑娘 巧珍 在高嘉玲最落魄 无助的时候 给予了她无限的温柔和鼓励 她们冲破了种种障碍 相爱在一起 高嘉玲进城后 她的文艺才能 很快有了施展的舞台 高嘉玲的事业 达到了人生巅峰时刻 这颗闪耀的星辰 很快吸引了同事 黄亚萍的眼球 黄亚萍高雅大方 家境优渥 父母是高干 见过不少世面 虽说他远门当户队的张克南 已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黄亚萍还是果断与之分手 并向高嘉玲表白了爱慕之情 被欲望驱使的高嘉玲 一心想要出人头地 他不满足一辈子 待在这个小县城 大城市才是他永恒追逐的梦 而这一切 依照黄亚萍高官父母的权利 就能快速地去实现 诱人的前途 让高嘉玲果断地抛弃巧针 高攀了与自己家境悬殊的亚萍 尽管双方父母亲劝慰 但是他们根本听不进去 然而 所有的事实都避不开因果轮回 张克南的母亲知道儿子被甩后怀恨在心 于是暗地揭发举报 撤销了高嘉玲的工作和城市户口 高嘉玲一夜间又回到解放前 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最终让黄亚萍和高嘉玲分手 原以为梦想照进了现实 没料到现实却狠狠地给了高嘉玲一记耳光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人需要有生活和做事的原则 才能在道德和需求发生冲突时 保持内心的高解 纵使再落魄 也不能丢了良心 生活再不易 也不能没了本分 唯有守底线 知廉耻 才能问心无愧地活在这人世间 一个人良心放得正 未来路 才能行得宽 故事的最后 早晨的太阳 照耀在初秋的原野上 大地立刻展现出了一片斑驳的色彩 高嘉玲匆匆办完手续 步履亮腔地悄然离开了县尾大院 兜兜转转 终点又回到起点 他带着一份愧疚和忐忑踏上回乡之路 仿佛听见有人对他唱 哥哥你不成才 卖了良心才回来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回到村后 街坊邻居都七嘴八舌地安慰他 不含任何嘲讽和恶意 就连被他辜负的巧真 也为他能再次当上教师 奔走求人 高玉的两口子 平静地接受了儿子的命运 是劫绕不开 是祸躲不过 他们一辈子不相信别的 只相信命 高嘉玲望着浓绿笼罩的小村庄 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地 望着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山河固里 心中涌出了一种深厚的情感 早晨的太阳照耀在初秋的原野 大地万物终将在柔和的光亮中脱去夜的衣裳 嘉玉写过这样一句话 活着 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 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疮痕 固执地迎向幸福 人这一辈子 谁都可能摔过跤走岔路 有过屈辱 遭到过变故 有人哭 有人笑 有人输 有人老 人生就是这样不可预测 没有永恒的痛苦 也没有永恒的幸福 跌宕起伏的日子 原本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 只有坚守初心 慎重每一次选择 才能在喧嚣中活出坦荡又清醒 只有放低自己低谷里积蓄力量 才能为生活的窄门撬开一点缝隙 只有吞下委屈 接受当下的禁欲 才能用残损的手掌 为风雨的人生 撑起一把幸运之伞 如果你的人生处于低谷 如果你的选择还在纠结 如果你当下生活充满了绝望 不妨读一读路遥的人生 它会带你穿越黑暗 走出迷茫 找到存在的力量 让璀璨的人生重新启航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我们相约明天 伴随着您的每一个夜晚